不知道各位是否还记得 这位一只手表演夸下扣篮的独臂少年呢 他的名字叫做伊玛内尔 当年在互联网上 他一段单手打球的视频风靡网络 成为激励无数篮球爱好者的偶像 而在去年 伊玛内尔也是被NCA的田纳西州立大学破格录取 没迈向NBA又踏出坚实的一步 那么如今这位独臂少年伊玛内尔近况又如何呢 他又能否用单手适应NCA的对抗呢 看了他这段近期比赛的视频你就知道 只见伊玛内尔凭借恐怖的弹跳能力 不仅能够屡次正面封盖对手 甚至即便只有单手 也能赢着同几倍的对手投进三分 甚至还险些过掉两人完成今天上篮 上帝或许是不公平的 他只给了伊玛内尔右侧的手臂 当篮球场上讨论强弱侧手的时候 伊玛内尔只能看着自己残缺的左臂 感叹命运都不公 不过借用体谈世人赫伟的一句话 人生的成功只是一时的 失败才是主旋律 但是如何面对失败 却把人分成了不同的样子 经用罗曼罗兰的一句话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那都是看清生活的本质后 依然热爱他